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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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陪我一道咖喱雞飯 凍檸茶小碟 我通常一个星期都来几次 因为工作的需要 穿梭九龙半岛 在九龙西这边 这里比较集中 又是鄰近地铁 聊天的时候 如下的时候 例如黄昏时段 或者下午茶的时候 这里的时候都坐位舒适 我都挺向往下午茶 新界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 是这间位于油麻地的餐厅常客 吸引他经常来光顺的 可能还有回忆中的味道 当新界乡议局 有个办事处在北海街 我到很小的时候 就追随着爸爸 爸爸是乡议局的成员 记忆游身的 都是小孩吃的 瑞士汁鸡翼 还有咖喱鸡 豪锅鸡 小孩比较吸引 微黄的灯光 具有五六十年代摩登风格的 九色卡位 配上欧绿色的窗帘 营造窗浓厚的怀旧气氛 这间拥有超过一百六十年历史的 港式西餐厅老字号 一百六零年在广州太平沙开业 一九三八年 疑似去到香港发展 我爺爺为了逃避战火 带着家眷和部份员工来到香港 为了生存 到只有一成 他依然每日营业 第一 让员工有些收入 第二 让客人可以吃到他们 自己熟悉的食物 我在那段期间 我都没有开除任何员工 因为我们的员工 都是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 他们都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们做生意的手法 确实是不能纯粹用在经济角度去看 说的是一种人情 或者是一些坚持 一些原则 一些传统 这种反而更加多 一些人叫我洪师傅 我这里的工作 就是负责除访部的出品 洪师傅在这里做了三十二年 经历两代老板 最难忘的是在结晴期间 同事之交互相扶持 共度难关 因为我喜欢煮食 还有我喜欢吃东西 也看到报纸请除访学徒来试一下 这里做事比较有人情味 大家同事夹得 比较做得开心 大家同事都好像亲人那样 就是习惯了 现在除了油麻地这间店铺 餐厅在中环 铜锣湾和尖沙咀都有分店 由Andrew的爸爸 即是第四代传人逐间买入 这可能就是餐厅能够在香港 持续经营85年的原因之一 买店 其实这种 会偶尔会出现在自己的年头 因为特别是 过去十几二十年 香港的经济很好的时候 店铺是很值钱的 但是一想到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一个 家族式的老店 如果我买出去 到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 找回店铺 可能我们就 有些会消失了 我们不想这种发生 你归了你一片的柠檬茶 特别为你 好像回家 你去其他地方 又要找位 又要 又不知坐哪里好 这里就是卡位 我们傻瓜 自己觉得很舒服 粤剧名宁 连远兆辉60年代开始 已经是餐厅的上客 当年拜师学艺之学的 第一个元旦 接着师傅来用餐 每次要找师傅 他都会来到餐厅 撞下运气 除了这份回忆 他也回味这道食物的味道 保持到水准 其实很难 因为厨师都换了 应该几十年 我都帮上几十年 你想我们整头白宫 厨师多数是一辈一辈的走 但他的作品是保持到的 因为很多客人进来我们餐厅 为了吃到我们传统的风味 感受到一个老店的特色 像梳乎里那样 也是非常繁复的工序 因为它主要是人手去做 还要是即叫即做 你做梳乎里 用很多时间人力去做 为了保持这个传统菜式 所以我坚持到今天都是保留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所说的 一定要坚守这些传统的原则 不少食市集团会不断推出新品牌 吸引消费者光顺 要令到一个食市品牌 在香港这个相对贪新鲜的市场 持续营运接近一百年 对于这间餐厅来说 关键可能就是以自有的店铺 坚守传承上一代人打造的传统 我希望我培养下一代 就是我的儿子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希望能够将一些 我们的传统观念灌输给他 所以我也经常带他来餐厅吃东西 吃我们的餐厅的招牌菜 永远都有新的餐厅代替你 你今天是新的东西 明天就变成旧了 但我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到的 我们的历史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到的